今天和大家试的就是音响名牌 物景图的产品 不过它不是很传统的音响产品 因为它是一个无线喇叭系统 就是这个RS28 大家好,我是艾瑞,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开始拆箱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 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like我们的Facebook 和follow我们的IG 为何说它不是一个传统的音响产品 因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喇叭系统 喇叭、喇叭全部都在里面 事不宜迟,开来看看它里面是怎样 可以看到机箱也有齐所有东西 刚才说到,导比DTS的解码 有APTS HD的蓝牙串流解码 以及它也支援DTS的Pay 5 即是一个Multi-wone的系统 亦有MV2,以及支援Spotify Connect 所以其实是非常全面的功能 打开后,便会看到它的衣服盒盒 是遥控器 是一个镜面亮身的遥控 就是这个RS28 然后再打开,一来已经是机器 小心点,因为我不知道这单元是哪个位置 这部电线很重 电线在这里 还有说明书 它也有物景图蓝标设计的说明书 非常用心 拆好袋子之后,也想不到 SUNBA一来就拆好袋子 便看到已经是喇叭了 但这次它有些似传统喇叭的产品 有一个涌面包包着这个RS28 作为一件物景图的产品 正面一定要看看 不可滑缺的湖水蓝标 在这款RS28上都可以看到 只是这个标也值回票价 而且按钮 其实都是一贯物景图的辨量调校 全部都在 机面一样有齐 就算不是一部传统的音响产品 但这个设计跟景图一般的产品 都是一物相成的 先看看网络 拆开两个网络之后 便看到它的单元 一个高音加两个中低音的单元 在一个频道上 非常清晰地看到 然后底座是一个铝金属的底座 所以这部机器真的有很重 机面上会看到有1 2 3 4 4 应该是一些PZ Mode的转换 还有有Wi-Fi标志 让你知道连线上的状态是怎样 看看机背 机背有一排 这些都是生意片 真的挺大块 电插,IEC 亦有开关键 这边是主要的接拨端子 虽然它能支援很多Wi-Fi系统 亦有传统的接拨 包括支援HDMI与ARC 当它是一支Soundbar 其实接拨电视也没问题 还有干纤输入 3.5mm Aux-in 最特别的地方 它有USB Type-B的输入 所以放在桌上 接触电脑玩CAS 都没问题 之后它有EQ选择 就是3个选择 包括掛场 随意放在桌上 都可以选择 这个紫色端子是Savuva表 亦有Wi-Fi Reset 重新连接了一个新的Home Network 这个Wi-Fi Reset 可以令你更方便做连线 开箱大致说到这里 现在开声 听听这支喇叭有什么特别 实际上这个RS 8 会有两个20mm的态合金半球体高音 和四个50mm的态合金中音 组成左右声道 而机底还有两个4.6吋向下发声的低音单元 这些单元会由650W的抗音线路驱动 组成一个正规的两声道系统 而今次测试会分为两部份 第一部份是用蓝牙对AirPlay 2 无线串流音乐播放的实际效果 另一部份是用Pay5播放的DLNA伺服器 让大家更全面了解这部RS 28 各种信源的实际表现 首先谈谈蓝牙对AirPlay 这部机会分别支援Android系统的APTX HD 蓝牙解码 和Apple系统的AirPlay 2 无线串流 后者可以令你做到Multi-Rome的功能 比较AirPlay 2 和蓝牙APTX HD 解码各自的表现 两者我都会用Android和ROS装置的Title App 去播放同一首歌 我自己觉得用LG G7 这部Android手机时 选AppTX HD 蓝牙Streaming 去ROS 28 声音的细节来得更圆滑 密度也会高一点 然后再用iPad 去AirPlay 2 同一首歌时 音场会比较开 但相对细节的紧致度亦会差一点 不过我想大家在行这两个串流方法 如果要二选一时 应该看大家用哪个装置和哪个就手 计算在方便程度上 我觉得AirPlay 2 会高一点 至于正式的串流音乐播放方面 厂方建议大家用DTS Play 5 做DLNA串流 可以直接串流播放同一个网络的音乐档案 亦可支援DTS Play 5 的银听模式 最高可以播放24bit 192kHz PCM 档案 亦可全面对应 AI-FF、ALAC、FLAC、WAVE等档案格式 而除了DLNA之外 DTS Play 5 还有多一重的功能 就是可以直接在 App 中 Lock in Tidal 网络电台、KKBOX、Spotify、Kubus 等网络串流平台 可以用密警图同系列的 RS18 配合 RS18 可以做到 Play 5 的 5.1 无线环绕声输出 所以整体可换性非常高 不过我一直觉得 DTS Play 5 的 App 整体用户经验 有段时间才可以上手和熟习整体操作 DTS Play 5 的 无线环绕声输出 透过 Play 5 串流播放不同的歌曲时 Rs200 比我最深刻的 一定是它的低频表现 除了亮感可以做得饱满之外 亦有不错的细节层次变化出现 这也是在低音上 能够取悦大家的取向 但如果大家嫌低频还未够多 又或低频过多时 机背还有EQ 编键可以调校 可以简单地改变低频的取向 测试时,因为放了桌子 所以整体我用桌子的EQ 模式 去做这次的评论 除了低频令人印象深刻之外 这一套一体化音响系统 人声亦可以做得很圆润和饱满 不过始终是一体化的系统 我觉得它不能做到真正正正亮声道 立体声的定位效果 但机面又不是整图的标 加上这个以入口的声音取向 我觉得RS 28 在视角和听角上 已经是一个相传的享受 这次物景图的RS 28 的评论 大致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还未订阅的频道可以按订阅 按订阅后,按哪个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便会通知大家 平时讲物景图的产品 大家第一时间会联想到他们的CD机 或者是他们的2频道的amplifier 但近年物景图也有些涉足multi-rom 或者电脑CAS的产品 也有推出过市场 当中,今次的RS 28 我觉得是这类新型音响产品的品牌表表者 除了用来听歌 你能玩到AirPlay 2、玩到蓝牙 以及玩到DLA串流之外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有HDMI ARC功能 很简单便可以接驳你的电视 玩到看电视时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再加上这个RS 28的低频效果很好 用来取代电视喇叭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例如当它是Soundbar产品用 也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可援性非常高 这次RS 28 大致说到这里 下期评论再见 拜拜